画面中这位头戴红色毛线帽 身穿绿色外套的 是上周被缅甸判处11年监禁的 美国记者芬斯特 周一他已经从缅甸监狱获释 周二抵达纽约的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自己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而他回到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快去刮胡子和理发 把自己给打理好 现年37岁的芬斯特 是缅甸独立杂志缅甸前沿的编辑主任 他在军方夺取政权后 今年5月试图离开缅甸时被捕 之后就一直被关押在 在仰光又人间地狱之称的永胜监狱 直到上周五被缅甸当地法院 以煽动罪 违反移民法及非法劫涉罪 判监11年 而芬斯特也成了近年来 缅甸首名入狱的外籍记者 不过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理查逊的帮助下 芬斯特周一获释离境 破别了将近半年后 终于能和家人团聚 我觉得美国是否最爱的 那种压力 几个高 Garcia 美国已经与我们 來自我 愿意成立的 但我来过一种 与一种 与美国的创围 去过一种会议 成立的 对不公适 对不公适 那种人 而是一种人感觉 但是全部人感觉 那一集会被说 我们试试用 导法 比查逊是在11月初赴缅甸和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会面 而芬斯特获释是他和缅甸军方谈判的结果 缅甸国营电视台周一表示 特赦芬斯特是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友谊 并强调人道主义旅游 就在芬斯特获释后 联合国发言人哈克也大赞这是积极的一步 但呼吁缅甸立即释放至少47名其他被拘留的记者 感谢观看